播放一些视频的原版的片段 由各位来进行现场的挑战和演绎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段片段是什么 你以为你是谁啊你 你等不到回去就好了嘛 你又没有打手机给我 我又没有你的电话 我怎么知道你来不来啊 外面再乱出事怎么办啊 我从白天早上晚上啊小姐 你说这跟严成旭的性格像吗 这段我觉得应该让严成旭现场给我们来 不知道贾玲愿不愿意搭一 那行吗行吗 这个才真正的酸菜呢 之前是不是还有个路人搭了一句 然后被吼走了 不用搭 麒麟搭一个怎么样 其实要不搭也就不搭了 对不起 就说一句话还挨句骂我 也不太想搭 这样我给贾玲提点要求 贾玲又方言 山东话吧怎么样 好不容易给严成旭演一回戏 女版黄渤 哎呀大哥 你这坐下咋骂的 这鱼多大呀 给你拿把伞 谁要跟你讲话 滚开啊草八怪 山脚 你看 那人家是好意 你 你跟人家那么熊干嘛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是吧 我等你等很久啊 我等了你四个小时 是你自己 约了自己 你说我也没答应你 你怎么说这种话 我等了你四个小时 你以为你是谁啊 假的你了不起啊 你等不到我 你就回去啊 你这个人 怎么那么失诚呢 我又没有你的电话 我给你一会儿 接着眼 接着眼 然后你又不打手 以后 万一你在路上出事怎么办啊 我从白天等到晚上哎 很冷 你知不知道 那 那我今天 哈皮丘 你 关键时候不还是得回到我身边吗 哎呀妈呀 这样那小鹿小的把我顶死了 小鹿真乱撞的 哎呀妈呀 程旭啊 他是真害羞了 没有 手都凉了 刚刚跟我要电话 你真是的 胆太大了 在节目中要